脑膜炎求菌疫苗用于预防有脑膜炎耐色菌 Neisseria meningitidis 引起的脑膜炎和败血症等严重感染 这种疫苗是防止脑膜炎求菌性疾病的重要措施 特别是在高危人群中 如婴儿、青少年、军人、旅客和某些医学条件下的人群 脑膜炎求菌及其疾病简介 脑膜炎耐色菌是一种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的细菌 可以引起脑膜炎、脑膜的感染和败血症、血液感染 这些疾病的病程迅速 可能在数小时内致命或导致严重的长期后遗症 如脑损伤、听力丧失或肢体节肢 脑膜炎求菌疫苗的类型 四架脑膜炎求菌结合疫苗MCV4 包含血清型、A、C、W和Y型 常用疫苗、Menoquid、如Monectra、Mavio 适用人群 建议所有11至12岁的青少年接种一剂MCV4 并在16岁时接种加强剂 其他高风险人群也建议接种 如军人、新生、大学生、旅居或旅行到流行地区的人 单价或双价脑膜炎求菌疫苗 包含血清型、通常针对A型或C型、较少使用 脑膜炎求菌B型疫苗、MAN 针对血清型、B型 常用疫苗、Baxero Tremember 适用人群建议16至23岁的人群接种 尤其是高风险人群 如大学生、免疫功能低下者或B型流行地区的居民 脑膜炎求菌疫苗的接种方案 MCV4 4架疫苗 儿童和青少年 建议所有11至12岁的青少年接种一剂MCV4 并在16岁时接种一剂加强剂 高危人群 如未接种疫苗的新生、大学生 军人、没有脾脏或皮功能不全者 前往脑膜炎求菌流行地区的旅行者 均建议接种 MAN、B型疫苗 16至23岁的青少年建议在这个年龄段内接种 接种方案因疫苗品牌而异 Bax Arrow 两剂接种 间隔至少一个月 Chumamba 三剂接种 初次接种后两个月和六个月接种第二剂和第三剂 脑膜炎求菌疫苗的效力 高效预防 疫苗能有效预防脑膜炎耐色菌的感染 尤其是针对相应血清型的疫苗 预防效果良好 保护群体通过接种疫苗不仅保护个体免受感染 还可以减少细菌的传播 从而保护群体中的其他人特别是未接种者 脑膜炎求菌疫苗的副作用 常见的轻微副作用 包括注射部位的红肿疼痛 轻度发热和疲倦 这些症状通常在几天内消退 少见的全身反应 如轻微的过敏反应 头痛 肌肉酸痛等 极少见的严重副作用 包括严重的过敏反应 如过敏性休克 但极为罕见 特殊注意事项 免疫功能低下者 疫苗对于免疫功能低下者尤其重要 但在接种前应咨询医生已确定最适合的接种方案 旅行者前往脑膜炎高发地区的人 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脑膜炎带地区 应在出发前接种疫苗 脑膜炎求菌疫苗的重要性 预防严重疾病 脑膜炎求菌感染的病情发展迅速 疫苗接种是预防严重并发症和死亡的关键措施 群体免疫 高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脑膜炎求菌的传播 有助于保护整个社区 如果你有关于脑膜炎求菌疫苗的更多问题 或需要进一步的建议 请告诉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